手机不是看着家里的神啊 已经不跟阿公阿嬷在一起了 每天都看着手机了 就离自己越来越远 所以要不断地向内反省 检讨自己 进化自己 生命的快乐不再拥有 生命的快乐来自于找到自己的缺点 能够改变它 征服自己的人 比战场上的将军更伟大 一个能够征服自己烦恼的人 超过一大将军的伟大 这就是修行最重要了 第五 随喜功德 所以我们要征服自己的缺点 还要看到别人的优点 看到别人的优点 随喜别人身上所有的优点 包括一只猫 一只狗 它身上都有优点 我很喜欢看鱼 所以以前我结婚了 我老婆就一直骂我 你娶鱼做太太 我说你讲我真心话 鱼多美哦 那个腰多美哦 游来游去多美哦 它都不会骂我 你看 所以 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美啊 一只猫 一只鱼 一只蚂蚁 你看蚂蚁眼睛瞎了 这么精进 这么精进 这么守规矩 这么和谐 然后你要开始去学 所以各位这一点 你修行眼睛真的要睁大一点 眼睛要去看别人的优点 耳朵要去听别人在讲什么 心里在想别人到底哪里更好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出名 为什么这个人做佛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善良 你要去学 你看那个影歌星 各个长得那么漂亮 人家为什么长得漂亮 你注意看 他已经修了一个漂亮的音 在他身上 过去他修忍辱吧 过去他在佛前供养得很庄严吧 所以他外表漂亮 人家身材好 唱歌这么好听 对不对 我们学佛了 连唱个阿弥陀佛都 没有人家好听 所以 为什么他唱歌这么好听 他一定造了一个好声音的口页 所以再念一下 不骗人 口才好 不骂人 声音好听 所以各位 为什么声音不好听 骂人 为什么讲话撒哑 骂人 再来 不说是非 讲话人家喜欢听 这一点最重要 像我师父千交代 弯交代 海涛 不要讲别人缺点 我说师父为什么 佛法不是要告诉他哪里有缺点 那是悲心 那不是批评 如果你这个罪巴 背后批评别人 讲别人缺点 你将来没有讲经的机会 你没有上台讲经的机会 我师父特别给我交代 为什么有些法师读书读很多 讲经没人听 为什么 他自己下都在批评 那个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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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法门不对 完蛋了完蛋了 他这个人讲话都是大便 没用啦 所以懂得越多的人要越谦虚 越包容别人 千万不要懂得越多的人越骄傲 一直批评别人那个对那个错 那个对那个错 久了一会儿 他完全没有福报 没有福报 恶都饿死 没钱 为什么 喜欢批评的人最损福报 所以玉皇大帝之所以做玉皇大帝 我们再背一次 玉皇大帝七德行 每次要各位背哦 玉皇大帝为什么做 玉皇大帝 念一下 守五戒 圆满七德行 守五戒 圆满七德行 五戒你知道了 守了五戒就不会下地狱轨道出身道 你也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我讲很大声哦 不邪淫 第四条 不骗人 第五 不喝酒 那你就不会堕落地狱轨道出身道 有升天的福报 那升天还能够做玉皇大帝 七个德行 背一下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讲真实语 不骂众生 不批评众生 常行不思 不动气 就不能生气 所以这里面有三条跟嘴巴有关系 不能骗人要讲真实语 不能骂人要讲柔软语 不能背后批评要讲和和语 那你才有玉皇大帝的福报 当然 孝顺父母尊敬师长 这是世间最大的福报 更重要的 修行的福报 你也讲 慷慨不思 不生气 如果你爱生气 地上都掉了黄金 福报 基不住了 我们一直布施 一直修功德 你一生气福报就没有了 火烧功德里 那福报的来源 还要来常行 慷慨布施 看到穷人 看到需要的 我们都要布施 那这样 你才有玉皇大帝的 功德 但是玉皇大帝还没成佛呢 离成佛可远啊 但是 起码他有这个威德利啊 所以 享受这个福报 好 所以各位来 第五 学习功德 所以各位要去学别人的优点 把优点都放在身上来 我们是学佛的人 不是光拜佛 由信仰而变成学习 学习佛陀的智慧 学习佛陀的慈悲 学习佛陀的修行 那首先你要 看得到佛陀的优点 你要看得到阿弥陀佛的心 有些人在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心里在想别的 心里在贪嗔痴 嘴巴念的阿弥陀佛 很多人是这样 因为听说念阿弥陀佛 不会下地狱啊 现在不念 很多人都死的时候赶快念 现在呢 随便念念 现在老公还是不错 儿子还是不错 钱更好 嘴巴念阿弥陀佛 还在想那个五四三二一 死的时候就来不及念了 所以念佛是当下 心里在念佛的清静 而不是现在还在追逐 所以各位你不用去追 念一下 让钱追你 让福报追你 这才厉害啊 如果你还是想钱 你想要需要的福报 那就代表你这个人没有修行 修行是你现在在修福报就靠过来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用追 你要起心动力 用心机要去追要去追 要去得到那个土地 得到那个财产 得到别人对你好 你好可怜 各位男人我们平静讲一句话 今天你已经不欣赏你太太了 她化妆再漂亮有用吗 她一直跟你献殷勤有用吗 因为你心里已经 没办法接受她某一些缺点了 知道吧 所以不是你化妆 不是你拿很多钱她会爱你的 因为你在她心里已经做了一些 让她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曾经有一个男人来找我 他说师父 我实在受不了 我想跟我太太离婚了 我说稍微忍一下嘛 她说我告诉你 我太太对我妈妈很不好 很无情的 我实在很痛苦啊 然后呢 这个太太又很有钱 什么钱都放在手 她又很痛苦 然后用钱抓住她 然后对她的亲妈妈又不好 对她亲妈妈不好 因为这个动作啊 让这个男人就很恨你 因为男人最重视的是 她的妈妈 她的爸爸 所以我这样讲的 她的意思是说 各位并不是你 你的外表 你讲话很柔软 而可以去得到对方的心 而是你平常 待人处 处事很重要 那你怎么样的去 表现到 你的内心里面 让别人很爱你这份心 所以念一下 美丽的心 对 心美 自然美 心不美 外表18岁 也没有用 心要美 81岁 还是很美 还是很庄严 所以我想我们修行必须要 心如莲花 在佛前做这么多庄严 要把这些庄严纳到你的内心里面 来 这个最重要了 好 后面六条再念一下 来 请转法轮 七者请佛注释 八者藏随佛学 九者横顺众生 十者普皆回向 这个叫 普贤十大愿 那我想这个愿 在佛前要经常供养 而且我们供养这个愿的时候 是跪下来 一则离尽诸佛 二则称赞如来 而不是嘴巴念 而是内心里面 真实要这样去做 那你才可以消无量业障 累积很大的福报 你才能够跟上与诸佛 下与众生 合在一起 对佛的信心 对六道众生的爱 那叫这样来做供养 这个叫什么 来 修行的供养 对 从外在事物的供养 守时善业 发十大愿望 最后更重要 来 圆满十波罗蜜 再背一次好不好啊 事实上我跟各位讲过 太多遍了 你只要记住这些啊 你就记不完了 你没时间贪称痴了 因为每天在忙这些事情 因为现在各位记得太少啊 然后就被世间拉得很紧 佛法的力量如果够大 世间的小小的烦恼 可以超越 佛光加持 如果你实践的太少 然后你就会 无视生非啊 胡思乱想 所以各位要去圆满十波罗蜜 所以今天 我每天都是这样 最后一秒钟 所以我早上还跟我们战性说 哪一天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 还有事情还没办法 等一下 等一下啊 莲花不要走 还没办法 还在忙着累积世间的福报 多积一点功德 生命哪怕剩下一秒钟 还在服务众生 还在慈悲 还在累积功德 不要浪费时间 好不好 我发现现代人很浪费时间 每天都玩着手机 在什么 在写咒语啊 在滑手机 没有时间 修行 修行不能离开众生 这个手机 它是没感情的 没有佛性的 对不对 你一定要在有佛性的众生上面 去开发佛性 对它忍辱 对它布施 所以十种波罗蜜 念一下 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方便 大怨波罗蜜 大利波罗蜜 大治波罗蜜 那我们要圆满这十种 你透过这个十波罗蜜的圆满 来消除自己的迁滩啊 伤害众生啊 爱生气啊 散乱啊 懈怠啊 愚痴执着啊 等等 那这个叫什么 念是 自利利他 断除烦恼 慈悲众生 那佛教不离开这两个 对内 调伏烦恼 开发佛性 对外 慈悲所有众生 最后 这两个功德圆满啊 念一下 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 福慧圆满 成就佛道 普度众生 所以希望大家 抓紧我们的目标 为什么 来 愿成佛 对 为什么要结婚 因为要成佛 那这个理由可以 所以 为什么在香港 为了成佛 为什么要去寺庙 为了成佛 这个目标要抓住 拜佛是为了成佛 念佛是为了成佛 为什么要成佛 我才有圆满的力量 念一下 大智慧 大慈悲 大雄力 大神通 大便才 有以具足佛的各种力量 那我们才可以救度众生 我看到昨天 有人在问她的妈妈 还没有问就开始掉眼泪了 妈妈往生了 对不对 然后一问 妈妈在净土 高兴 有痛苦的哭 变高兴的哭啊 太高兴了 妈妈解脱了 妈妈去极乐世界了 那一个菩萨 就是把所有众生 都当作自己的妈妈 她一点点苦啊 你受不了 她只要一点点快乐啊 你比她快乐啊 各位要修这个心态 这个心态 你要一直去拿捏 我不能冷酷哦 因为我认为在香港 人多了 慢慢人看到人 都没感觉有人了 就开始有一点 格格不入了 所以我经常很喜欢去美国 我去他们看到我就 哈喽哈喽 眼睛只要看到你就要微笑一下 这边已经没办法了 人跟人之间各有所思过何所想 家里四个人坐在一起 一人拿一个手机 好像没人 因为大家就已经 人际关系慢慢冷漠 那不行 所以各位要学佛 像一个阿公阿嬷 时时刻刻问你吃饭了没有啊 穿衣服没有啊 快乐啊 他时时刻刻贴着你 就算阿公阿嬷要往生海拉着你的手 阿孙子啊 你要好好地生活啊 阿公升天还在照顾你啊 所以各位要 要时时刻刻学习 念一下 关心众生 爱众生 拥抱众生 为了如此 你要拥抱对方 你把传染病给对方 那不行了 一个爱生气的人抱你 嘿嘿嘿 你要杀我 一只毒蛇想要拥抱你 你会跑掉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的动机不好 你要去接近别人 别人会怕你 会怕你 这个人会骗我钱 这个人搞不好要利用我什么 那人跟人之间就失去了相信 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 各位要把一些不好的缺点消除掉 贪心啊 生气啊 散乱啊 那别人就跟你在一起 不但不会被你伤害 还可以得到你的照顾 所以最后念一下 离苦得乐 同生净土 同臣佛道 那希望我们要抓住这个目标 我们供养了所有佛 希望佛来加持 加持我们的愿 加持我们大家都能够朝成佛之道而走 那是最圆满的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老马阿谷 在水乡的小镇 是很难见到马的 因为在那里 大家都是由牛带羹 以船带步 不过在一家豆腐店里 却有一匹老马 它是小镇上 唯一的一匹马 老伙计 今天我给你讲讲 赤兔马的故事 你看 阿星老伯 又要给老马讲故事了 阿星老伯 你的话 马怎么会听得懂啊 而且每次你都讲 赤兔马的故事 它早就听腻了 你们不懂了 阿古拉末 又辛苦又无聊 我呢 一边陪着它 一边给它讲故事 它就不会无聊了 而且还会感觉 时间过得快呢 天天听同样的故事 我看它会烦死的 就是嘛 阿星老伯 比我奶奶都唠叨 我们赶快走吧 别打扰它 给老马讲故事 别理那些顽皮孩子 阿古 你喜欢听赤兔马的故事 对不对啊 哎呀 阿星老伯 难道它真的能听懂你的话 当然了 阿古可是非常通人性的 小六是一个非常喜欢马的男孩 然而在小镇上 只有这里有一匹马 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 马这种动物 它经常来到豆腐店 缠着阿星老伯 问东问西 阿星老伯 这匹马的名字是你给取的吗 嗯 阿星老伯 为什么每次拉末的时候 要给阿古蒙上眼睛啊 如果不给他蒙眼睛的话 他便会东张西望 而且还会头晕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但是他蒙着眼睛 会不会感到寂寞孤独呢 我都会讲故事给他听 每次当我讲到赤兔马 奔跑在广阔的草地上的时候 他总是很激动 我想他的故乡 应该就在大草原吧 可惜他再也回不去了 好了 他该喝点水休息一下了 一把老骨头了 不能坐太久的 阿星老伯走进屋子 将老马从石墨上接了下来 然后打开起眼罩 小六 帮我看一下 尤其是我们老板 我要给阿古加点营养 加点营养 没错 老伙计 赶快喝吧 香喷喷的豆浆很好喝呢 阿星老伯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豆浆啊 这是磨豆浆的时候 我偷偷留下来给阿古的 这事可不能让我老板知道哦 嗯 阿星老伯对这匹老马 照顾得无为不至 俗话说 马无业草不肥 每天晚上 阿星老伯都会起床 来到马棚给他喂食 而小六也经常带一些食物 来喂老马吃 阿古 你看这是什么 来 你尝尝 这是红枣 很好吃的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吃啊 小六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红枣啊 我妈妈给我的 我没舍得吃 就带来给阿古吃了 嗯 你对阿古可真好 小六 你想不想骑骑马呀 骑马 当然想啊 我可以骑吗 当然了 今天工作少 走 你跟我一起遛马去 到时候我让你骑一下 嘿嘿嘿 那真是太好了 我之前都没有骑过马呢 野外 小六骑在了老马背上 老马 慢悠悠地朝郊外一条小河边走去 而阿星老伯则在后面慢慢地走着 到了河边草地 阿星老伯将小六从马上抱了下来 老马在草地上悠闲地吃着草 这时候一阵风吹过 老马一下子昂起了头 他朝远方望去 脖子上的鬃毛随风波动 哇 好漂亮啊 是啊 虽然他现在老了 毛发也有些稀疏暗淡 不过 还是具备马那种俊朗的气质 阿姑每次来到野外 都会显得非常有精神 或许他想起了过去在草原上驰骋的日子吧 可惜他现在只能围着磨盘转来转去 是啊 可怜的阿姑 六马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然而就当他们返回的时候 却发生了意外 镇上的街道 阿星老伯和小六一起带着老马走着 当他们路过一家理法店的时候 老马突然停住了脚步 他瞪大了眼睛朝理法店里看去 阿星老伯他怎么不走了 哎呀 阿姑你要干什么呀 阿姑你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小六赶快把理法店的门关上 别让他看到里面的镜子 嗯 好的 说着他急忙过去将理法店的门给关起来 老马看不下 老马看不到了里面的镜子 情绪渐渐的平稳了下来 阿星老伯 阿星老伯终于松了一口气 哦 刚才真是危险 阿星老伯 阿星老伯 阿星老伯让阿杜来接替他 我说 我说这匹老马怎么吵个不停 原来是你小子来了 只要你一来 他就不安分 阿杜叔叔 阿姑他好久没出去溜达了 你就带他出去溜一溜吧 那不行 这匹老马是干活的牲畜 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存体力 带他出去跑来跑去怎么行啊 好了 你快离开这里 否则他一点都不能安静 怎么回事 这匹老马怎么叫个不停啊 老板 这匹马每次见到小六都会这样 老板 阿姑一直被关在这里面 太可怜的 我能带他出去溜一溜吗 我看你是想玩马吧 那可得付钱呢 啊 可是我没有钱啊 没钱就赶快走 别在这里捣乱 阿姑一天天的憔悴 她的目光 一直留意着院墙上的那个缺口 因为小六有时会在那里出现 她现在只有这点指望了 突然小六的身影出现在了那里 她显得很高兴 小六翻身进了院墙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红枣地给她 阿姑 不要出声 吃吧 香甜的红枣 你最喜欢吃了 阿姑 我最近正在赚零花钱 等我赚够了 就带你出去溜一溜 你等我 几天后 小镇上来了个马戏团 这个马戏团将要在小镇的街道上进行巡游 巡游动物里有两匹盛装的马儿 我看到过那两匹马 他们真的非常漂亮 他们比阿姑还漂亮吗 当然了 阿姑那个老家伙 怎么能和那两匹马比呢 小六 明天马戏团会在镇上巡游 到时候你看看就知道了 明天巡游队伍就经过我家门前的那条路 我在家里就能看到的 哦 那巡游队伍经不经过豆腐店外的那条路啊 当然经过的 那条路那么繁华 怎么会不经过呢 那就好 那就好 第二天一大早 小六便来到了豆腐店 并翻墙来到了马鹏鹏 阿姑 不要出声 一会儿你就会看到你的同伴了 来了 巡游的队伍来了 阿姑 你可要瞪大眼睛 好好看着哦 好漂亮的马匹呀 是啊 看来这个马戏团的节目 一定会很精彩的 你这个臭小子 竟然把阿姑的缰绳解开了 你是要偷走他吗 不好 被发现了 臭小子 竟敢翻墙进来 几个月后 小六搬家了 阿姑只要不磨豆腐 就会盯着院墙缺口看着 不知道他是在等 阿星老伯 或小六 或自己的同类 从这里经过 还是在等着 自己自由自在的一天呢 生命电视 慈悲爱终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